今天跟大家分享喔 我們家的這個家傳菜 我一直以為我有示範過 有跟大家分享過 結果後來他們跟我說沒有 對不對 我是不太相信啦 但就是既然這樣 就只能相信 奇怪我已經記得我有做過 因為這道菜對我來說是 看到就吐口水 就是只要家裡有這個菜 你就可以吃好喜歡飯 因為如果說家裡 很多的家裡面會有這個 所謂的應該怎麼講 滷肉就是一個最基本 對不對 但這個就在我們家 除了滷肉有這個 我們是叫什麼 叫壽菜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素食 素菜 但是我們家的素菜 素菜是不能放蔥的 但我們家的吃素又不是 真的是宗教素 所以我們會放蔥下去 那你如果煮的話你就吃素 我想應該不會大家不知道 因為這道菜應該大家很清楚 便當店 我們有一次 便當店有一次說這個東西不好吃 瘋了嗎 這真的這麼好吃 對不對 唯獨就要做的時候 因為它有一些什麼 這是乾燥的 我們講豆輪 豆包 炸豆包 豆腸 對不對 炸了豆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炸的我們還是穿一下 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麵筋呢 在裡面也會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從小就有這個東西 那你說是我阿嬤煮的嗎 我爸爸也很常煮 如果今天看到這個 我爸爸看到這個 他就說 你當時煮完我要來這裡吃 因為我們家就很愛吃這一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愛就對了 好 那一樣 這邊先切 你要看怎麼樣 因為我的習慣性去對切 大片 然後 在吃的時候比較不會 應該怎麼講 比較不會散掉 這個 這個太 開心了吧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樣 但因為其實很有趣喔 我們家有一些菜 是從小吃到大 可是去很多人家裡面 卻很少吃到 好比說 我這個就應該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就是那個 麻油蛋麵線 對 這個應該有跟大家分享過 也做給大家看過 那這個麻油蛋麵線呢 也是喔 我去很多人家裡面 沒有吃過 他們都說不知道 但誰知道 夏語蕎知道 後來問了結果才知道 原來他媽也是嘉義人 我媽也是嘉義人 不曉得 是不是嘉義人很常常吃 我就不清楚 但就這麼巧 好 那現在滾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個 有油脂的豆包放進來 這個只是讓它的油脂 稍微把它 因為它畢竟是滷啊 你這個用這個炸的 不是說好與不好 可能這一整鍋 可能要炸了一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煮一下 把這個外面的油脂煮掉 要煮到什麼程度呢 對我來說 稍微就是 有煮過 有穿過就可以了 好先放過來 好 那接下來 這個有時候要泡 我沒有 我都是直接把它放進來 好這有 這個 豆腸 而且這個 不管你是要 直接吃 或是你配稀飯 我跟你說 這個都很好吃 然後豆包一樣放進來 這還好 沒有耶 平常耶 我甚至我跟你說 我到什麼程度 在日本唸書的時候 我說我想要吃這個 那 欸 我的腦袋裡面的幻想 是他們煮了一鍋 直接端到日本去 沒有 把這些東西帶去 扛去日本 在日本煮 所以這在我們家很常見 你們都沒吃過嗎 沒有 沒有這麼誇張的 麵筋也是 在裡面也是要有的 我記得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 去澳門 然後那個 有一間在吃那個 那個豬骨 就是豬排骨那種 澳門古堡那種 然後他就走來走去 我就看他端的一個 一盤這樣 這麼大一盒 那是什麼東西 後來問 他說那是麵筋 有如在天堂一樣 叫了好幾個 還有那個豬肉湯底 那個澳門古堡的湯底 什麼 胡椒湯底 永遠念念不忘 好 也是稍微 因為麵筋畢竟還是 有用油炸過的 然後現在接下來 就是把這些 水倒掉 然後開始正式來做 香菇可以多放啦 那 但是你看你要放多少 金的量 其實說真的可以放到 這個一倍的香菇 來我們把香菇丟進來 邊香 然後蔥白就可以進來了 弄得有點像蔥油的感覺啦 火可以稍微小一點點沒關係 讓蔥的 蔥的這個香味 全部進到這個 油裡面來 好 那蔥綠就可以進來了 糖 可以最後再調啦 沒有問題啦 那甚至有些人會怎麼樣 有些人他甚至會 加蠔油 但你又吃素 可以加素蠔油 好 醬油進來 醬油進來 然後就可以把水放進來 它就是有點像控吧 對 對 控素肉嘛 對 這個你不覺得 放下去 你就幸福感就拉滿了 對不對 香菇水再進來 然後吹下去 滷到顏色全變成醬色 就可以了 然後來一點香油 好 好 這樣子呢 你把它倒到一般的鍋子 讓它慢慢滷就好 要來滷一滷 大概半個鐘頭左右 喔 就是可以非常好吃 好 我們半個鐘頭回來 好 如果在家裡面啦 你要稍微 比如說你這道菜要端上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點 孤單或幹嘛 上面可以撒一些 蔥花啦一些芝麻利也可以 對 但這邊我沒有啦 因為我就是 喜歡 喜歡 這個給大家看 其實不瞞你說 剛在試的時候 我已經偷偷吃了一個豆輪了 狗狗你真難倒我 你也想這樣 我小時候 我想起來 我少買一個乾豆皮啊 對對對 還有乾豆皮有兩種 一種是整卷的 但是小時候沒有那個整卷 那是我現在喜歡吃的 還有一種是 火鍋再放進去 就圓圈圈的那個 對 但沒關係 我小時候我最喜歡的是 豆包 因為我覺得它很汗汁 後來長大的時候 我覺得豆輪應該是我最喜歡的 對 那個豆輪吃下去 它有那種 因為豆輪是用炸的 吃下去那個油的香味就很舒服 我剛剛吃了豆輪 我現在還想吃豆 可是就覺得你剛剛吃過了 好不好 吃個 吃個豆腸給你好不好 這個看起來 炸看 這個好像大飯 真要講 有經過吧 隔夜的咖哩更好吃 這個也是一樣 隔夜更好吃 但現在已經夠好吃了 唯一可惜就是豆腸你看 它裡面還沒完全吃味道吃進去 因為要拍出新拍 但是豆輪沒問題 豆皮沒問題 豆包可能不太行 那我們一般就煮了大概半個鐘頭 然後就可以先吃 然後隔天 我了解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吃 遺憾 有沒有 剛剛煮完之後大家吃得很開心 然後放了一個碗 隔天更好吃 更不夠吃 所以就想要再煮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可以試試看 這個 吃了之後不帶人家開心 隔天會跟我一樣會有遺憾 好像這樣不太好 嗯